难怪小龙女不杀尹之平 你看谷底的铜衫有何意义 杨过看懂了慧枯 随着谷天乐主演的神雕侠侣搬上了迎平 金庸的这一部武侠著作更是风云了大江南北 金庸一改往日著作里的打打杀杀 在神雕侠侣中增添了大量柴绵翡翠的爱情故事 此书一经论识 历时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 无庸置疑 金庸将杨过小龙女刻画的极其成功 一个是风神俊朗聪明幽默的美男子 另一个是貌若天仙冰青玉洁的角色美女 可如此一对神仙眷侣却在金庸的刻意安排之下 遭遇了诸多生死磨难 虽让读者愤愤不平地 莫过于小龙女背影之瓶夺走了真结 小龙女自幼在古墓长大 单纯率真的她丝毫不知世间的险恶 击败李莫仇逃出古墓之后 小龙女和杨过在中南山的一块草地上 搭了两间茅草屋 随后闯入的欧阳峰打破了原有的宁静 欧阳峰为了传授杨过蛤蟆功 临走之际点了小龙女身上数处穴位 无法动弹的小龙女只能躺在草地上数星星 殊不知异常危险正悄悄降临 敏之平身为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 还是全真教的接班人 可他却沉于小龙女的美色之中无法自拔 最后趁虚而入 夺走了小龙女的真结 练功归来的杨过成了替罪羔羊 他和小龙女从此开始误会平生聚少力多 毫无疑问 秦庸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思 让我们为鸭龙二人的后续故事牵肠挂肚 不过让我们疑惑的是 当小龙女得知尹之平才是罪魁祸首之时 他却表现出了一连串让人不解的举动 按照小龙女以往的性格来看 他若知道了自己的身体被臭男人侵犯 必定会第一时间撤出常见杀之 然而小龙女却没有当场击杀尹之平 而是骑着马一路跟着尹之平上了崇洋宫 随后的剧情峰回路转 望着倒在血泊之中的尹之平 小龙女又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来 故而 我的清白以为此人玷污 纵然伤愈 也不能和你长相死守 但他 但他舍命救我 你也别再难为他 毫无疑问 尹之平最不可设 即便他倒在了地上奄奄一戏 身为受害者的小龙女 你应不屑一顾 可小龙女不但叮嘱杨过 不要为难尹之平 还对杨过说了一句 不能和你长相死守 小龙女的这几句话有何深意 难道他真的爱上了尹之平不成 更奇怪的是 16年后 当杨过走进谷底小木屋之际 他在小龙女的衣橱里 发现了几件铜衫 原文学道 杨过拉开出门 剑橱中放着几件 竖皮结成的儿童衣衫 看到这里 不少读者认为 和杨过相拥而弃之人 不是小龙女 而是小龙女和尹之平的女儿 那几件铜衫 正是尹之平女儿小时候所穿 这样的说法 当然是没有一句的 只因金庸还在原文里这样学道 铜衫正是从前在古墓时 小龙女为自己所缝制的模样 杨过自尽时钟 抚摸床机 早已泪住盈眶 这时再也忍耐不住 眼泪扑素素地滚下一山 虽然那几件铜衫 是小龙女为杨过亲手做的 但我们还知道 杨过和小龙女分别之时 杨过20岁 小龙女24岁 可小龙女为何 却思念起了儿童时期的杨过 其实 只要搞懂了 这几件铜衫代表的意义 不仅能解释小龙女 为何不杀影之瓶 还能解释小龙女对杨过的情谊 是爱情还是亲情 当杨过和小龙女 久别重逢之际 秦庸学道 杨过抱着小龙女放声大哭 古无叶叶地道 容儿 你容貌一点也没有变 我却老了 杨过是真情流露 毕竟二人分别了16年之久 然而小龙女却淡然地有些可怕 他一点也不激动 反而端木凝视着杨过 说道 不是老了 是我的孤儿长大了 一句我的孤儿长大了 证明在小龙女的眼里 杨过依旧还是古墓里那位孩童 这也能解释小龙女 为何会在谷底编制铜衫 只因此时的小龙女 对杨过的情谊 以非异性之间的爱意 而是亲密无间的亲情 加上小龙女 在谷底修炼了16年的玉女心经 少思少欲的她 又恢复了往日的冷落冰雪 因此对久别重逢的杨过 表现得心如止水 平静自然 看到这里 有的人会说了 难道小龙女自始至终 都没有爱过杨过吗 有 被蒙住了双眼 勿将尹志平当成了一中人 从而在草地上 和杨过水乳 香蕉 心神俱碎 如果这都不算爱 当杨过归来之际 为何小龙女 全身像没了骨头一般 瘫在了杨过的怀中 只不过当小龙女 得知尹志平 才是世间的始作俑者之后 她不仅心乱如麻 还对尹志平又爱又恨 这就能解释 小龙女为何没有 对尹志平痛下杀手 还表示 不能和杨过长相厮守 小龙女虽然和杨过 有了一番激情 但很快 却被真相浇了一盆冷水 尽管小龙女16年后 和杨过再次相遇 但随着激情的退却 小龙女对杨过 只剩下了亲情 如果换了你是杨过 当两兵斑白的你 得知了小龙女的内心想法 你会不会心碎 会不会痛哭 笔者认为 神雕侠侣 看似是一部武侠小说 实际却暗藏了 金庸自己 对情感生活的真实学兆 对情感生活的真实学典